师父每日白化佛法 杂念就是障碍,像 为了自己,你就会有我像 一执着我像,私心就出来了 天天执着我像的人 这种人就会慢慢考虑到别人对他的关注 人像就会慢慢出来了 然后会有众生像 怕别人讲他,怕众生对他怎么看 这一切都是负能量 负能量会相互影响,相互传导 就像有苍蝇的地方,很多苍蝇就会过来 有蟑螂的地方,很多蟑螂就会过来 就像你脑子里有负能量 你的负能量就会越来越多 因为会受到阴气传染,相互影响的 所以有阴暗面的人会越来越阴 光明正大的人会越来越正大光明 无私的人会越来越无私,还会大无味 大无味就是从无私开始的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修 各种想法就像一根根绳索 你的想法越多,就会把你整个思维套住 结果你什么都不敢做了 平安靠无味 平安靠吉祥 吉祥怎么来 无私才吉祥 自私怎吉祥 天天为自己的人是不会吉祥的 想想看,天天在单位里 整天为自己祥的人 大家会看不出来吗? 大家会嫉妒他,排挤他 他怎么会吉祥呢? 只有为众生的人他才能吉祥 现在末法时期 平安是福,健康就是快乐 心里有阴暗面 就像太阳永远照不到你内心里面一样 你的心永远不会温暖 你的心中有阳光 太阳照进来 心中暖洋洋 看出去的事情都是温暖的 心中有阴暗 看出去的东西都是寒冷的 希望大家要正经济 正经济就是没有负能量的修心